台湾外交部5月2号说 仍未收到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的韩剑 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 现在据网络报名截止日期5月8日又缩短了一天 5月2日上午行政院向驻台外媒发出邀请 5月9日参观新竹医药工业园区项目 时间正好在世卫大会报名截止后的次日 届时台湾是否收到参加世卫大会的邀请已经明朗 这次参访活动原计划上月举行后因故推迟 不过台湾外交活动的重点仍然是台美关系 外长李大为昨天向立法院提交了台美关系全新架构专题报告 强调了升级版的台美关系 隶属了美台关系在川普上任后的一系列成果 不过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并不买账 他昨天在立法院说川普是个生意人总统 不谈价值只谈价格 如果外交部和国安局一厢情愿的处理台美关系 没有应对策略将非常危险 台美关系过去以来的确我们是盟邦 虽然没有邦交 但是国际政治的现实 没有永远的敌人跟朋友 只有永远的国家 完全对台湾也是如此 但是我今天看到的报告我真的非常的失望 包括国安局的你们连这些通往都没有评估 连题都没有题啊 所以坦白讲今天的报告我是打不及格 完全不及格 民进党立委庄瑞雄对美国之音说 任何国家不管是美国或者说是中国 那我们是很谨慎 很谨慎 不去刺激 然后没有任何的一个暴冲的一个行为出来 目前的政府走得非常稳健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正高国际社会 这个政府的一个稳健跟谨慎 他还是会观察中国还有美国 对台湾他实际上对我们的一个对待 另外台湾外交部星期二说 有关蔡英文总统将出访 南太平洋地区邦交国的计划正在进行 蔡英文曾经表示 任期内希望所有邦交国都走一遍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